你现在回头看到中国大陆 它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呢 我认为它南北 这两个动作都非常重要 北边习近平主席去的是 大家都知道的东北老工业区 它原来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重工 跟民生工业 就以前最早人家做什么 冰箱啦什么都是在那里做的 那么这个老工业区 在沿海的深圳啦上海 享受到了改革开放 红利的那段时间中呢 似乎非常的暗淡 而且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解决掉 它的发展落后的问题 但今天它的机遇似乎来了 因为一带一路 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北路 就是中盟俄 我们看到在青岛签了 那个中俄盟的这个合约 共同发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个北路 其实越来越重要 加上这几年来 俄国开始逐渐的从欧转雅 所以跟东北老工业区的 振兴可以有的这个机遇 应该就是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他到东北去振兴这个老工业区 李克强先生到南部呢 去让这个全部改革开放的 第一领头羊 去承担更大的责任 并且让中间的六个大省 他们呢把他的 应该要去上缴的上缴 应该要承担的就业 去就业 他可以稳整个的经济发展 也稳整个的就业 所以这三步就是你把 最先进的让他继续往前跑 你把最落后的给他新的机会 你让中间的这一批能够稳定的 往前发展 然后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 这种三分法呢 是我们时常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屡试不爽的一种方式 那我觉得按照他们这一次 北大河会议一晚就开始做的 这些宣誓 中国大陆马上应该会出台 一系列的工作 包括振兴东北的老工业区 包括给南部的深圳这些 更多的新的发展的契机 并且让中间的这些城市呢 能够承担他的责任以外 并且给他相对的优惠 是啊 在倩姐刚才讲的就是一个 李克强跟习主席是分境合集 但西方媒体总爱说 两个人不合嘛 很爱炒作这件事情 我是稍微补一下 我想问一下亮哥 因为美国另外一边 看到是通膨 尽管有降了 但是通膨还是让美股收黑 礼拜五的时候 道琼下跌了两百多点 标准普尔五百 下跌了五十五点 NASDAQ 费圈半导体 通通下跌 因为还是担心了通膨的问题 然后那个通膨FED 这个会议记录 是因中代歌吗 预期九月升息三码的几率 小一点点 升息两码几率 大概是六成左右 然后白宫经济顾问DIS 他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还有新立法 就是像通膨法案 这些东西 会提振美国经济开始喊话 但拜登 他的喊话就被打脸了 他说七月的通膨大幅下降 就是拜登说因为 所以他释放了一点八亿桶的 这个战备除油的决定 然后但是专家 经济专家就说 油价下跌是因为创纪录的通膨 民众不得不减少开车跟出远门的旅游 需求下滑才会导致油价的承压 好像跟你拜登说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通膨在美国第一波 第一波当然是他过度印钞 包括疫情纾困 那是拜登呢 那个一开始 我是第一波 因为事实上在恶务战争之前 就已经七点多了 恶务战争之后 当然是人员进一步飙高 这个是通膨的第二波压力 第三波我觉得正在开始 不是降了吗 不是 因为你现在工资普遍提高 对 美国的工资也提高 我给你讲你工资提高 一定会带来企业主 把这个成本转价到物价 企业主又不是做慈善事业的 所以工资跟人员 一般都认为是通膨之母 他会带动全面性的通膨 前面那一波我们说 是印钞疫情纾困造成货币过多 接下来就是人员 那接下来这一波我认为是工资 因为工资 因为已经有人做一些研究了 就发现美国的工资比起去年 那明显已经上升 有的地方到10% 那各个工会都在抗争嘛 就是说他生活越来越困难 所以企业组织加工资嘛 那加工资之后难道就这样自己 吸收成本嘛这有可能嘛 所以可能接下来又是另外一波的上涨 那这个当然会造成你一种预期啦 就你就会开始不敢消费 就会变得比较谨慎 那企业也一样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订单有多大 所以就会开始比较不敢做新的这个增资 或者是扩产 我觉得这个都是联动的啦 那到底这个会 会到什么程度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从第四季到明年 恐怕都不是那么看好 对啊不是那么看好 那拜登因为要选举了嘛 他当然不能说经济差啊 就说他是有帮助的啦 尽管他美国明镜 他现在都在强调工资上升 他的他的政绩就对了 但是因为通膨造成 工资上升会有后果 对啊经济学家都知道 美国拜登他不会不知道的 因为通膨增加了 所以呢这个工会遭受到很大压力 觉得说我这样的钱不够过火 所以工资才会上涨 这会带动刚刚亮哥说的 新一波通膨 但是拜登怎么会觉得是他的政绩呢 尤其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 大使你怎么看 上个月就下调了全球经济成长 并说明年可能会比今年还要更艰困 德意志银行也估计 美国会从2023年中的时候开始衰退 富国银行还说2023年年初的时候 就会衰退 蓬勃经济还认为说 美国在未来24个月内衰退的可能性 达到百分之百 然后呢还有一些调查就发现 美国公司在裁员 会有裁员计划有一个比例 说百分之五十二 还说呢已经进行了冻结招聘是五十二 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是撤销录取的通知 在美国生儿育女的费用 已经标破了三十万元 就到高中毕业要三十万元 末日博士呢 经济学家罗比明也说 我们的经济只会硬着陆啦 不是硬着陆就是通膨会失控 所以呢大使你怎么看 美国真的有像呢 拜登讲了说 哎呀我的这个通膨降温了 就是呢他做了释放除油的关系啊 对这个 其实现在讲就是说这个衰退 其实三个月前就已经大概都有 这些经济学者都已经提了很多 那我是认为事实上现在美国的通膨 稍微有一点往下降 是因为大家对这衰退的一种预期心理 所以对于这些消费好有一点自我的内部 这个心理上的影响 不过你想想看美国现在采取的这个 这个升息的措施 你表面看起来它是 抑制的这个通膨的诱因啊 可是某种程度的话你会使这个 企业的营运环境 它会比较恶化 第一个资金的成本它就比较 比较比较 整个它资金成本就上升了嘛 对做生意的话资金的成本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另外一个你这个升息以后 所有它的这些资产的 所附带的利息 跟银行的这些利息 那这些这些不管是设备啊 还有各方面 它都会受成本都增加 可是那个社会上又预期到 这个经济是往帅 所以它的购买会往下降 你像这个经济今天能够 能够往上升 虽然美国有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需求派的经济学者 就是说因为有消费才会刺激 刺激这个生产 可是你生产 你这个经济的动能的几个要素 第一个企业还是很重要 企业本身它成本 不能让它增长得那么快 我就觉得现在你这个利息调升 对营商的环境是很不好 第二个你又在打击这个 打击这个市场的消费 那你又我预期的这个好 这个所谓的出售会减少 另外我成本又增加 对企业来讲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这个衰退是必然的 而且已经在发生了 那对于再加上一个恶物战争 雪上加霜 然后它这个就是 像这个刘伟员讲的 这个成本推动的这种 是这种成本推动的这种通膨 那这个成本推动 很多是原料的原料的价格 原料本来可以不需要这么高的 可是你的战争 把这个基本原料 能源粮食都把它打上来了 那再加上这个能源粮食 再加上这个美国的这个去全球化 也增加了所有这些 企业的营运的成本 跟它获利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这些因素加起来 你怎么可能对这个 未来的这个经济 表现会有乐观 我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乐观呢 尤其是最近你在逆全球化 然后你又要绿色通膨 也会来嘛 你又不用中国产品 人家就比较便宜啊 对我稍微补一下 因为我刚才去确认了一下 就是8月2号你看到的 美国的职位空缺呢 它的那个最新的数字 大概是1000多万 可是它的求职者的数字 就是去被受雇的人呢 只有650万 所以你就看到说 你有很多的工作找不到人 所以虽然有的人说 你现在的失业率下降了 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 算是一种政绩吧 但是这个失业率下降 其实它前提是 它整个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就是找工作的人少了 而且有很多的工作是找不到人的 但它就很可能是那个职务所需要的 专长或专业跟你的求职者 产生了不匹配的状态 那这个是FED不会处理的 FED在Bernanke当主席之前呢 一向都只敢管通货膨胀 从来没有管过失业率跟就业率 所以他们对于怎么样使用 那个经济或是财务的手段 去影响失业率跟就业率 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更何况它没有在COVID-19之后 整个的劳动市场产生了巨大变化的 这种变局中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呢 第一的美国的薪资还会继续上涨 第二呢你有很多人已经脱离了劳动市场 那么劳动市场还会有大量的缺工的状态 会使它的经济产生一些问题以外 社会会继续有一些动荡跟不安的因子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当你很多人他不能够顺利的 而且适得适所的就业的时候 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稳定 它一定有非常多那种不稳定的因子 再加上现在政治上面有这么多可怕的 那种一桶一桶的火药 在各个地方不断的燃烧 加上它上面更有一些政治人物 马上要进行2024的对决 所以你可能在这数十年来看到 美国最不稳定的一段时候 这个不稳定的美国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 它很可能会用一个很愚笨的政策 在全世界挑起战争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2023的国防授权法 那个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8503亿 比去年增加了9% 将近增加了10分之一 这个快速膨胀的军费 让一个不安定的美国 在全世界对于我们其他的人 会产生什么影响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心的 全球大事业中天的优质国际新闻 我们开会员咯 欢迎大家加会员成为 全球大事业的一份子 支持应援123订阅按赞加会员 全球大事业直播线上见 对OK 施你 我